一九八七年 蓝色啤酒海 这首歌圆了一个小女孩的明星梦 蓝色啤酒海一晃眼二十多年过去 现在打开电视机 两岸三届节目都可以看到 黄玉玲在歌唱比赛中担任评审 黄玉玲说这些场景 很早很早就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和同学们玩歌唱节目的游戏 黄玉玲她怎么玩都玩不腻 我等到实际接触的音乐 竟然是一条痛苦又漫长的过程 叔叔说这个小孩就是要学钢琴 我爸妈就说对 要学钢琴 然后我就去学了 所以你知道我又不认真 有的时候又没练琴 然后我叔叔就是会很生气 就是很气你为什么都不弹琴 她就是会打你的小手心这样子 或者我每次上课都永远都在哭 所以我就是一路都被叔叔打到打 我觉得也反正也打出来 我就是你知道不放弃啦 因为我觉得反正你越打 我就越勇就对 因为我小时候最大最大的梦想跟志愿 就是要帮这个凤飞飞写歌 帮凤飞飞写歌是支撑黄远琳撑下去的动力 歌写好了黄远琳曾经天天到凤飞飞的家门口去报道 只为了将她的心血结晶 亲手交给凤飞飞 她那时候就是在豪华酒店 每个礼拜都会录音 然后我每个礼拜都会去看 然后我就有一种热情 我只要有空闲的时候 我就会打电话去她的唱片公司 我就会装那个大人的声音 我就说请问一下凤飞飞 她现在在家吗 可是虽然你想装大人声音 可是你还是一个笨蛋的问法 谁会告诉你 我有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想象 而去努力做到 比如说像我在想说 我想要写给凤飞飞 那我要怎么去接近她 然后我就去照着我想象的这些东西 我就去试试看 可是你知道一一的就发现说 她会给你回应 比如说你就会看到 有同学就说 我知道她在哪里 然后陈秋霞也是 突然就告诉你说她住在哪里 我就可以去了 只要想做就一定做得到 黄远玲说在音乐的这条路上 她靠着努力和想象力 真的完成了许多人 认为不可能达成的梦想 就像当年她参加金运奖 主办单位明明规定 年满15岁才能够报名 黄远玲当年还在念国中 别说得奖了 她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我每天下课就会 我念长安女中 我就会走走走走到那边去 大概去了一个多月 就每天都去 然后我就不断地一直拿东西 就说我有写这个歌 其实我也有参加合唱团 其实我有做什么 就一直在把自己做过的事情 就介绍给大家 我觉得他们后来也烦死了吧 就后来就讲说 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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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吧 一个国中女生 拿到了金运奖的优胜 黄远玲想都没想过 当年同时拿到那届比赛 优胜的参赛者 还有诗笑容 正宜 以及当时还在就读大学的李宗盛 到了高中时期 黄远玲读的是国立艺专 当时他和另外五个同学 一块参加了一个叫做 凌峰岳府的歌唱比赛 在那个比赛当中 黄远玲他不仅拿到了优胜 同时他也被罗大佑给注意到 原本罗大佑打算将他拉到自己的门下 不过罗大佑的公司后来倒闭了 他只好将黄远玲介绍到 另外一家的唱片公司 混石唱片 一开始在滚市说 是小妹 就是插瓷头的助理 就是你是储备歌手嘛 那你就是要从基层做起 那办公室是小小的 我每一个人都好靠近好接近 而且那个电话啊 你拿起来你都可以对骂 李授权当时还在滚市的时候 他就打 打那个 他就说 小玲我跟你讲哦 红蚂蚁哦 你不要跟他们谈恋爱 他们哦 都交很多女朋友 然后好像说 你要好好写歌哦 一定要好好写歌哦 就大家都听到 就很有趣 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每一个人的感情 都是非常的 怎么讲 融洽 对 在滚市当了一年多的储备歌手 1986年 黄月凌终于等到自己的专辑要出片了 从小到大的心愿 等待的不就是这一刻吗 第一章 我自己就很坚持自己要编曲啊 这样 然后 其实自己也 不是说懂那么多 可是因为知道自己 就是还要准备的很多 所以就花很多时间 都在做功课 就记得是做造型 第一天我就很兴奋 因为有染头发啊 然后就稍微剪一点 可是第二天就开始有烫 他说要烫微卷 你就觉得烫不足够 他又再帮我 重新再底烫 我跟你讲 烫完之后呢 我整个人就崩溃了 因为呢 就你会觉得很像米粉 然后我的泪就一直撩下来 因为我知道应该说什么 就整个头发都 就是他不会动 对 也就很自然的 也就有伤男孩的眼神 1987年 黄玉玲再推出了第二张专辑 蓝色啤酒海 结果这张唱片销售大卖 黄玉玲成了家喻户晓的 音乐才女 一戏之间 很多人都认识了黄玉玲了 少年得志 这位创作才女 被灌了太多的赞美和名堂了 黄玉玲说 她当时得了大头症 其实那个时候真的 头大到有一点就疯了 那我还记得我自己就很制作 一 round的跟这个唱片公司讲 就说那接下来呢 我想要找谁拍MV啊 接下来我觉得封面 应该要怎么样的做法 我觉得我应该走什么样的风格 我应该怎么样 结果那张唱片其实是卖得不好的 然后我自己还很生气 然后还一直怪别人这样 那有一天我妈就跟我讲 我妈就说 那你说卖不好 那歌是谁写 我说我写答 然后她说 哎呦 那个封面拍成那样 那是谁那种 我说 我就看我妈 我说 我 我之前说我想要那样拍的 然后她就说 所以你现在还在怪别人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 我就知道了 我知道我妈要跟我讲什么 我就说 我知道了啦 黄妈妈对黄玉玲既严厉力又温柔 在音乐这条路上 如果有妈妈的肯定 那比拿到任何奖项都要来得开心 我觉得妈妈一直是一个 一直到今天 都是一个很严格 就是我写了这么多歌 她只有跟我说过心动是好听的 有多久没见你 因为你在哪里 就是她有特别跟我 就是反正就是也好像是特别的 有一天早上她就跟我讲说 诶 那个张爱佳的那个导演 他导了一部戏啊 是心动啊 那个歌还不错 蛮好听的 我说我写 她说 哦你写的哦 我听人家讲 很好听 你讲 第一次她 她有夸赞 说你这个歌写的还不错 除了黄妈妈之外 李宗盛这个黄韵玲口中的大哥 也对她影响很大 过去在滚石的时候 大哥只要有机会 就会拉着黄韵玲一块工作 偶尔帮帮别的歌手编曲和声 有些工作事实上超出了 当时黄韵玲的能力范围 但既然是大哥的吩咐 硬着头皮 也要把作业交出来 1992年 黄韵玲和沈光远 一同创立的 友善的狗音乐工作室 决定从滚石体系中独立出来 离开了大公司 包袱少了 创作空间大了 但压力也来了 这些压力 从前上面有人顶着 现在都要自己扛 友善的狗业绩逐年下降 2000年甚至还爆出了财务危机 累积在武高的上议员 在当时处理的方式 他都是非常的保护我的 因为你知道就是像 有时候我也会常常去很多地方录影 那当时就会有一些 比如说人家会跑来电视台找啊 或什么什么什么 可是当下就是他会马上都会去做处理 透过朋友们的帮忙 黄远玲开始狂揭工作 就连以前他最不喜欢的广告配乐 他也来者不拒了 他原本只是想借由大量的工作 赶快解决公司的债务问题 结果没想到 他反而在担任歌唱选秀节目的评审时 再创事业的另外一波高峰 小玲姐 你刚才看他们你想到什么 我在想说其他两位老师 都有时间可以陪他们的同学 因为我自己有很多工作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在他们的身边 那像其他同学在录音室 在录音间录音的时候 我都听到两位老师在陪他们工作 我很抱歉 我都只能够用传真 用电话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们 我常常在坐车子或者坐火车的时候 我就会去想 人生真的很像是看风景 你每一段每一段经过风景 真的都不一样 一句一句甜言蜜 一段一段刻骨铭心动 我会过去 你知道每一站停 每一站上来的人 很多几乎你都是不认识的 你说不定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次 跟他在这个火车上的交汇 这是很奇妙的 你为什么就在这一分这一秒 你跟这个人碰见 那是不是可以在心中彼此祝福 你怎么会在心中彼此 你怎么会在心中彼此 你怎么会在心中彼此